由于我们过去不能够正确认识烦恼是造成痛苦还是疾病的主因 所以过去生就已经造了这样的业 今生受许多的痛苦 只是过去业的果报所致的 那么什么样子的烦恼为因造成了今生的痛苦呢 其实就包括了我们内心当中的称心贪欲吝啬心跟基督心 我们在这样子的烦恼驱动之下造成了 像是我们会去过去生可能曾经伤害他人的性命 抢夺他人的钱财或者对他人造成许多的伤害 这些都令我们与其他的生命结下了冤灾 我们会在这方面造下了恶业 所以今生会受到一些痛苦跟疾病的故报 我们必须要去正视这样子的事情 它的起因是由自己的烦恼所造成的 先正视这个问题的起因 然后才能够就现在所受的痛苦 把它转化成为自己继续往前发展的动力 也就所谓的痛苦转为道用 当然疾病是痛苦的一种 但是我们先要认识疾病的来源 跟自己过去的烦恼是有关的 跟自己的业 跟过去所造的业 跟自己过去所造的业所造成的冤灾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要了解 现在所受的苦其实是在进化自己过去所造的业 是对自己来说是有益的 就像是生了病以后 如果透过手术能够康复 手术还是需要付出代价 比方说你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很辛苦很不舒服 但是最终手术对你的疾病来说是有益的 或者说你在接受医疗手术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付出金钱的代价 但是最终这些都是对自己有益的 所以即使是暂时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最终对自己还是有益 那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去做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正在受苦 但是同时也在偿还过去 因为烦恼所造成的错误 或者因为烦恼所造下来的恶业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道理 那这是美国的理系 现在他们从来说 他是童的 中国的理论 现在后来说 为什么要为了解说 他在内部门上 你开见 把他在内部门上 跟他说 他说 他说 是 搖过 こと 人ジ że trafi 法学生的人 官邦 邦南 那long唐藝 pose奏的, 像 vide찰说, 学行识研究所的, 像当时一起。 甚至这一场的会议演出的, 人家经典的一场响乐, 像现场的一场响乐 这个, 像现场, 像现场的一场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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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现场, 就像是世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想要知道过去生生世世许多辈子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今生的快乐跟痛苦的话 其实就看今生所做的所感受的这些国报其实可以了解的 比方说我们过去因为造了善业产生的快乐的循环 造了不善业导致了痛苦的循环 这个都跟我们内心是否有愚痴是否有烦恼有关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在起这些烦恼或者是起着慈悲心 所以它会产生循环的效果 造了善业它就会造成快乐的结果 心里面起了烦恼它就会不断地循环产生痛苦的结果 那所谓的善恶业它的判断的标准何在呢 凡是一切跟慈悲相关的事 它不管是从世间的角度或者从宗教的角度来说都可以算是善的 如果今天涉及的是像称恨他人 像嫉妒心、吝啬心这些想法的话 不管是从世间的角度或者从宗教的角度来说都是会导致痛苦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当认识这一点 小德举例来言举例而言我们今天如果对他人总是怀着反感 总是有称心的话最终这种心态会导致自己的痛苦 我们先将这样子的事情前因后果好好地仔细思考一遍的话 那么对于现在正在感受的痛苦的程度也就能够稍微减轻一半了 而且我们要尽量避免一直去想着我在受苦这件事情 不要认为好像偏偏只有自己在受苦 仔细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身躯的 也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身体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坏 所以一定会受到身体方面的痛苦 并不是只有自己而已 如果懂得这样的道理的话 从耶利英国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对于痛苦的感受就会稍微减轻一些呢 拔减少少少少 clan 它的参加 Empire 在日附近的参加 在那里里有那个参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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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由于 从而参加的参加者像 看到参加的参加的参加遂 ges 那么这些参加的参加的参加 を参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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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华 都跟选择涨沙拉伊护姨拉伊公方 耳湾家宾牙 肯定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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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面对痛苦的 第一件事情给大家建议就是要去思维痛苦的因因后果 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心不要一直放在自己生病这件事情上面 不要一直在想我现在生病了 我现在正不于一种不好的状况 因为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能够接受疾病的耐受力就会更加的欠少的 那么取而代之的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如果有信仰的话你可以看着 比方说阿弥陀佛的像不管是画像也好塑像也好都可以 总而言之你可以往外看 不要一直往内去想 不要一直想着自己身体里面是有疾病的 你向外看 然后如果有信心的话 你也可以看着前面的天空 看着虚空 观想不管你信仰是什么样子的佛菩萨 观音也好阿弥陀佛也好 度母都好 或者是在这个同时你也可以放咒语 比如说阿弥陀佛的名号 观音的心咒等等 你可以把这些咒语放在旁边听 让这些咒语的力量转化自己心里面的念头 让心不要一直停留在疾病这件事情上面 久了也有可能真正的 就能够让疾病得以化解 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康复的 有些时候有些人在诸佛菩萨的大悲加持之下 他也有机会从严重的疾病当中 康复的 当然这个康复康复也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无法康复跟过去所造的业还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他过去可能受了皈依戒 或者是任何的戒利与跟誓言 然后没有好好的使戒 戒律衰损了 衰损了以后又有摧毁 摧毁以后又有衰损的情形 或者是他违背了自己先前所发的誓言 所以后来会受到苦难 在这样子的前因之下 导致了后来的疾病不容易康复 这种事情里是有的 这就叫这一大 Boho族 鱼 这一大多年才是有一个人 的美国对大佐治活来说 这就是给採贸来的 一大一大 这就能说 类优的 第二大 二十道 但是 他年轻的 那是在美国里的 在美国里的美国里的 才是在这些 有很多大 语计计 而是 和其他的 是很大 他们有 Jeśli要我一开始我觉得 那是这个问题 这就是各种温暖的 民主的大家会提出 你可以说 有两个人的 也是 你们人知道 他们有两个人 他们会变得 这就是 我们下来就 他们都会变得 在这个温暖的 上来就 这个温暖 发生了 他们在温暖的 那个温暖的 conversations,准备。 在外的修讨监中他一家进入 这是一家里在内的父祝家内 我的强盒的手 among亡,我的想法经历,我没有幸福,我的想法,我没有想过一些 我的想法导民想法,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也是反过去的 我大人的想法就放逃,我都不想过这个事情,我都不想过来 我本来说 咱们运动它 内路里边的困难 这哪个特征 拿起来 比较好 这个 给达来 至于有些人在生病以后 可能他必定会去寻求医疗 乃至于去做一些法事 修法 希望能够康复 但是这件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不要只想着这些都是为了要好医 好医 为了健康的理由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而且也不是说这样子做我就一定会康复 也不要只是抱着这唯一的期待 首先你应当认识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最终都能够长生不老 都可以不要死 绝对没有人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难免一死 死亡的是身体 并不是心灵 这一点也就不必要认识的 我今天生了病需要接受医疗 甚至需要透过法事修法来改善它 如果说今天能够好 那跟我自己的善业 跟诸佛菩萨的大为加持 跟皈依的戒律的加持 这些是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不好的话 那么还是跟我过去的业力也是有关系的 必须要这样子认识 而且加持我今天的疾病真的严重到 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那么即使不好 我也必须要往后做考量 如果今天我真的必须要面对死亡的话 那我所应该寄托的对象是什么呢 你应该想 我拿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我应该要去追随 去向往的地方 比方说你可以多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去意念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样的功德 常常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常常去发愿 念诵极乐世界发愿文 好好的发愿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今天这个疾病确实是难以挽回了 那你应该想想 这样的话到底是往生好呢 还是继续这样拖着好呢 那如果你确定对往生非常好 那我就应该发愿往生 希望将来能够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为了能够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现在就要好好地为此做发愿 那么如果我真的没办法康复的话 跟我自己一个过去的业力是有关系的 那现在好好地透过感受业报 来亲近过去的业力 对我来讲这是非常有 就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有些人说那我是不是这样子 花费在医疗上面的这些金钱 全部都白费呢 绝对不会白费的 这些医疗还是必要的 除了对你自己的状况 有所帮助以外 而且这个医疗也可以成为 对医疗院所和医疗人员的一种不失 因为在一个很庞大的医疗机构当中 有多少的医护人员 他们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金钱的支柱 他们才能够做更多帮助病患的事情 所以你所付出去的医疗费用 绝对不会是空耗的 除此之外你接受医疗 还有接受你现在病苦的现状 对于自己的疾病是有帮助的 对于自己清除业障 清除过去的罪业也都是有帮助的 就像是过去的成就者主师们曾经说过 当我们身而为人的时候 在人生过程当中 哪怕是一次的头痛 它的价值都胜过 它能够禁除过去 恶业的力量都胜过在三恶道当中 受苦三百年的痛苦 所以这个在人生过程当中 罹患疾病它的消除罪业的力量是很大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认识 嗯 这些人是在那里 那麦斯卡这边呢 那是卡拉桑的那边呢 我会卡拉桑的那边呢 这些人都在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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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那边呢 那丫头也在哪里呢 就是这样子啊 呢 这些人都寓 sprechen 我们敢讲的 这是讲的 随�儿那边呢 在那边呢 就是啊 背变的中国。 台状的因素, 一方面的 snowing, 但是特 constant екс头。 这就是 如果你的 父母说 你 从名字上 你 希望 心 是 散 aris 人 不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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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人家在想 earbuds访 fuckin avec quelque^^ 此外,作为信仰佛教的佛教徒的話 假使您今天的疾病让您无法进食 那您可以借这个机会受进食的灾戒 你可以就受这个不吃饮食的戒律 这样的话也可以有戒律的功德 如果今天因为疾病的关系没办法讲话 那您就可以受一个禁语的戒 就可以有戒律的功德 这都是属于苦行的一部分 就借着你现在现有的疾病 就可以去受这些苦行的戒律 比方说佛教里面有一种八观灾戒 叫做禁食八观灾戒 过程当中需要禁语跟禁食 你就可以借着疾病的机会 采取这个受戒的行动 像这样的八观灾戒 它可以针对受病苦者这些病患来说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就像是我们宗派的祖师 几天送公 几天送公祖师 他当初也是得了难以治愈的疾病 他的疾病非常严重 人变得非常的憔悴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说 他必须一定 他没有执着于我一定要康复 并且非常努力地在修行着 所以我们要借着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来领受八观灾戒 然后平常多去看佛像 多去看佛的形象也好 画像也好都行 手中有的话就拿转经轮多转多用 然后像我们有给这个剑解脱的手环 可以带着这个对自己有帮助 还有听闻解脱的这些咒语 也可以常常听 乃至于这个触解脱 触解脱可以带在身上 将来这个如果说有照一日 真的会面临死亡的时候 这个触解脱如果跟亡者一起火化的话 对于许多众生 除了亡者本身以外 对许多众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重点是当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 不要忌讳死亡这件事情 要去正视死亡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一直想说 我非得康复不可 我绝对不能死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害怕呢 因为害怕主因是因为强调自我 我们认为我一定要康复 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疾病 我如果不好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你非常强调 我必须要康复 所以另外一方面你就会想到 假使我不能够康复 那怎么办呢 你就会很担心 其实那个焦虑 那个恐惧心是来自于 我一定要如何如何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自我的观念非常强的话 恐惧心是绝对摆脱 因为我们心里面一直在想 我如何如何的时候 就一定会强化那个恐惧感 所以我们与其一直去想自我如何如何 不如整个念都去想观音 都去想度母 都去想诸佛菩萨 当你的心一直在想诸佛菩萨的时候 自我对自我的关注就会紧张 这样的话你的恐惧心也会减少 所以除了正式死亡之外 也不要一直去想我非得康复不可的 嗯 你知道我们的情感 所以我現在就是 讲诸佛菩萨では 深度是习惯的 所以我一路地物行传 这里也有没有 一个人只要 ук発看 人家一个人都没有 都没看过 人家的人都没看过 这么去 就会 就会 人家的 寥國東七海鑽是太采坐 놓放ут了 寥國東三 national地道 林安新南に Joey I and Sam 在學校那裡 they must continue 小校那裡 我想,在講老龍 那這一刻他們有什麼 才 sale的 到 morning 到時候 在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人们在我设立的 她是很自然的 这就说的 somos个须医疑 这就是 这就是资格是原来的 我的选手 这就是 这して我们自己的选手 这就是 这是我们的选手 那我们的选手 肯定的 我们说 它的滴观点色 我们说 祸时也讲 进食他们 他的选手 放紧 …………………っていう conti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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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it is written only to try his death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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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same formula. This gesture shi chtiṁh! 你把他给他给你做什么。 我记得祖师们也都曾经说过, 如果真正懂得佛法的话, 即便受苦, 最终也能够带来快乐。 什么叫做懂得正法呢? 就是晓得现在痛苦的来源, 痛苦的成因为何。 其实我们的痛苦, 就如同先生所说的, 他来自自己内心的贪嗔、吃三度、烦恼。 我们现在的痛苦的是过去夜更烦恼的结果, 而它的根源是来自我。 由于自我的观念太强了, 所以我们产生贪欲、称恨跟愚痴心。 那贪欲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气方面的运行不顺的疾病, 称心会造成跟我们的肝胆功能相关的疾病, 然后鱼吃会造成内分泌方面的疾病。 所以我们的贪嗔痴造成了体内各式各样的疾病, 这是痛苦的疾病病苦的主要来源。 那么为什么会有贪嗔痴呢? 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智慧。 我们不晓得什么是正确取舍的道理, 所以产生烦恼。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烦恼就是造业, 因为造业就会感受痛苦、果实的成熟。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仍然在贪嗔痴三度当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 我所需要摆脱的实际上是自己内心的贪嗔痴三度。 你能够建立这样的观念, 就叫做具足智慧, 晓得我应当摆脱的就是三度烦恼。 然后再采取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就是多发慈悲心, 以慈悲心来看待自己所受的苦, 看待自己所受的疾病。 常常这样子去想的话, 总有一天你会觉得, 比起来好像有痛苦也是蛮好的, 有疾病也是蛮好的。 当然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他们在运用这些方法, 在面对疾病跟痛苦的时候, 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它是蛮需要磨练的。 但是你可以尽量的让自己的心, 不要一直往内索, 尽量的往外看, 去看佛菩萨的形象, 去意念佛菩萨。 比方说,你如果对阿弥陀佛, 对多佛菩萨的观音有信心的话, 你多去看那个像, 不要一直在想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 不要一直去想自己的疾病。 如此一来, 你多看佛菩萨的像, 多去意念佛菩萨的话, 你的心会比较容易放松的。 这对病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此外,刚刚提到的, 多念极乐世界发愿文, 多做发愿文, 然后呢, 多播放佛陀的话语, 包括咒语的这些录音, 多听, 对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对于自己, 启发慈悲心跟菩提心, 都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 当你的, 当你内心当然对于因果业力的道理, 能够有更深的理解, 更好的接受的时候, 你的状况也会越来越好。 这些,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 对于病患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 正确科跟, 在医院中 该是非常高有读, 在医院中的, 又不够有读。 所以, 正确科跟医院中 读, 都会有读和读。 否则大语, 那读呢, 人类有没有那种的? 是走的。 这些, 他们在医院中, 有没有温读。 在医院中, 有没有发展, 有没有发展。 在医院中穿ं特医院, 检医院上, 他所顺者不手指的, 奇蹟發辣也閒了 寶就板發辣了 就在ары 在宣告 Estados 宣告成 坐這個 問你怎麼做 也想起 前面 在那 � fore능aries sung 用 用 要 用 用 的 算 into 也眼見了些人乃华竹eras也带то 相 aos荒 there者 耳enen 宜恩欣violent是 font了 也 Waar些亭 Among Das 藉王盃天祥 真是航班群的 滿臀與戰地 土耐 partnerships 小小猪李 以前 Bowl sty 跟著 马上就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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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就没有上去 但是 这是 不能有的 通过人就有的 接到上去上去上去 我上去上去也就不过来 来自上去上去上去 如果现在没有生病的人 也不要认为说 我身体也健康我没有生病 所以这些事情跟我们有关 其实不是这样子 你更应该要晓得烦恼其实就会带来痛苦 现在没有痛苦只是它还没有成熟而已 最终我们都有烦恼 所以从烦恼而带来痛苦 这是必定为发生的事情 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再来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理解烦恼跟我们的身体状况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像刚刚所说的贪嗔痴会造成身体的疾病 因为它会促使我们身体当中的